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欢迎收看PARTNIN的三分钟音乐小教室 在收看之前大家记得按订阅和like 那就不会错过PARTNIN的资讯和优惠了 有问题可以在下面留言 今天我们第一个会教大家的就是五线谱 好,很多同学在学乐器的时候都会学不同的弹奏技巧 但我们都必须要符合一些音乐的理论 去学一些音乐的理论 令我们更加可以很快地摘取到一首歌或者一些音乐 今天就会跟大家讲五线谱 一讲五线谱,那五条线有什么特别呢? 其实一点都不特别 最重要就是要学会两个谱号 第一个就是Triple Clave 高音谱号 第二个就是Bass Clave 低音谱号 因为这五条线如果没有了这两个谱号 它只是很普通的五条线 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如果你有个五线谱上面看到 上面有Triple Clave 你就知道这五条线的意义是什么了 在图里面看到了 如果你在高音谱号的五线谱那里 看到下面有一条附加线出现 而在附加线上面 有一粒音 你可以看到有个完全的音符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钢琴上面的Middle C 这个Middle C是十分重要的 因为我们是以它为我们学习的基石 那我们如此类推数上去 C D E F G A B 然后你发觉又回到C 那C到底是怎么找出来的呢 最重要就是留意黑键的排列 如果你看到黑键的排列是两个三个 两个三个呢 那这部琴就是一个正常的钢琴 那你会看到两个黑键的左手边的白键 就会是一个C音的了 而整个键盘最中间的两个黑键的组合 左手边就是我们的Middle C 那我们看到高音谱号就是这样去表达 那如果五线谱上面写着是低音谱号 那Middle C又会在哪呢 没错了 那你会看到低音谱号呢 在五条线上面加一条附加线 在上面的那粒音符呢 那粒音符呢 那粒音符呢 就会是Middle C 没错了 那我们可以一路数下去 如果数下去呢 C之后就会代B的了 数下去的话 B A G F E D C 那其实都是去C的 那这个是一个低音的C 那所以呢 这个就是五线谱的定义了 那首先我们先要搞清楚 它上面五线谱上面是高音谱号 还是低音谱号 那我们才会知道呢 在上面出现的音符呢 是属于键盘上面的什么位置 今天的音乐小教室就来到这里了 那大家记得Like Share 和Subscribe 那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都可以在下面comment 那我们都会尽量去解答你们的 下次见 Bye Bye B A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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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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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